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养肉肉的话有 你可能会在梅雨季节遇到一些困扰 梅雨季节 空气湿度高 温度适中 本来是肉肉生长的好时节 但是也是真菌病害的高发期 如果不注意防治 你的肉肉可能会被霉菌感染 导致黑腐 霉烟病 灰霉病等各种问题 那么 梅雨季节 我们应该如何给肉肉提供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呢 下面 我就结合一些专业的知识和实用的经验 给你一些简单而有效的建议 首先 我们要明白真菌是什么 为什么它们会喜欢潮湿的环境 真菌是一类微生物 它们不能自己制造食物 而是依靠吸收其他有机物质来获取营养 真菌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们只能吸收溶解在水里的营养物质 所以 当空气湿度高的时候 真菌就有了更多的食物来源 就可以更快地生长和繁殖 而当空气干燥的时候 真菌就会缺乏水分和营养 就会停止活动或者形成休眠状态 其次 我们要知道真菌是如何感染肉肉的 真菌有一个重要的结构 叫做包子 包子是真菌的繁殖单元 它们很小很轻 可以随着风或者水流传播到各个地方 当包子遇到适合的环境和寄主时 它们就会萌发出菌丝 这是真菌的主要生长部分 菌丝可以穿透寄主的表皮或者伤口 进入寄主的内部 并从中吸收营养 这样寄主就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和症状 最后我们要了解如何预防和治疗真菌感染 预防总比治疗好 所以我们要尽量避免让肉肉 接触到真菌的包子和菌丝 具体来说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好工作 让肉肉尽可能旺盛生长 旺盛生长的肉肉具备迅速自我修复的能力 这是抵御真菌病害的最强大的武器 所以在梅雨季节里我们不要让肉肉处于休眠 或者慢生长的状态 我们要给肉肉提供足够的水分 光照和营养 并及时除去枯萎或者受伤的部分 尽量不要给肉肉造成伤口 伤口是真菌入侵的最容易的途径之一 所以在梅雨季节里我们要尽量避免对肉肉进行 剪汁 掰叶 换盆等操作 如果不得不进行这些操作 我们要用消毒过的工具 并在伤口处涂抹一些防菌的药剂 如多菌磷 硫磺粉 百菌氢等 通风通风通风 通风是防止真菌病害的最简单 也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通风可以降低空气湿度 减少真菌的食物来源 也可以阻止真菌的包子附着在肉肉的叶片上 所以在梅雨季节里 我们要尽量让肉肉放在有风吹过的地方 不要放在密闭或者阴暗的地方 如果肉肉放在室内 我们要经常开窗换气 让空气流通 隔离病源 如果发现肉肉已经被真菌感染 我们要马上把它们和其他健康的肉肉隔离开来 防止病害扩散 我们要及时减除受感染的部分 并用杀菌剂喷洒全株 以消灭残留的真菌 我们还要清理好周围的环境 把可能含有真菌包子的土壤 水 工具等 都处理好 提前预防 预防真菌性病害这个事 很多花友都不够重视 其实 提前喷药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 可以大大降低肉肉被感染的几率 我经常推荐的戴森猛心 这种保护性的杀菌剂 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戴森猛心可以在肉肉表面 形成一层保护膜 阻止真菌包子侵入 并且可以持续一段时间 你可以在梅雨季节之前和期间 每隔一周给肉肉喷一次戴森猛心 就可以有效的预防真菌病害 总之 在梅雨季节里 我们要对付真菌 这个隐形的敌人 我们要做到旺盛生长 减少伤口 隔离病源 多通风 喷药预防 只要我们做好这些事情 我们就可以让肉肉安全度过梅雨季节 迎接更美好的生长时光